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期节目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收到林昭 在享受美丽青春的校园生活 和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 中共的反右运动悄悄地逼近了北大 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呢? 这个有当时的背景 在1956年 共产主义阵营的波兰还有匈牙利 都爆发了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运动 这跟反右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毛泽东从这些事里面呢 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所以感受到了中共政权的危机 他萌生了要制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念头 决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行动 先下手为强 这样啊? 是 毛泽东按照计划呢 在党内指示里边说 党报正面文章少登 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 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座谈 向党提意见 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 登在报上 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 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 最好让反动的教授 讲师还有助教 以及学生大吐毒素 畅所欲言 他们是最好的教员 这不是搞阴谋吗 就是啊 不过呢 毛泽东有说辞 他说 有人说这是阴谋 我们说这是阳谋 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 牛鬼蛇神 只有让他们出笼 才好歼灭他们 太阴险了吧 那是啊 在毛引蛇出动的阳谋作用下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元勋 还有沈泽怡 在5月19号 贴出了用诗写的一个大字报 叫是时候了 瞬间呢 这篇大字报就引来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林昭有没有去参加辩论呢 参加了 那是1957年5月22号的晚上 林昭呢 参加了这场在北大的口战 当时呢 有人发言说 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 林昭呢 就站到桌子上说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 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 斗争谁 斗争张元勋吗 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你们这些先生 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 都是中文系的党员 触犯你们的喉管子了 我料到一旦说话 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 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敢这样讲啊 就是啊 据张元勋回忆说呢 林昭这话音还没落 后面就有人问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林昭反问 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 你是公检法吗 还是便衣密探 我告诉你 我姓林 双目三十六之林 招 刀在口上之日的招 今天 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上也好 不考虑了 既然来了 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林昭的胆真大呀 是 一周以后的一天上午呢 红楼编辑部开会 宣布 张元勋和李任 因创办右派刊物广场 而被开除红楼编委会 随后呢 大部分编委开始发言 批判张元勋和李任的 所谓罪行 林昭在发言时候呢 对张元勋说 我有受骗的感觉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林昭心里边 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嘛 而且呢 那天部分北大学生 攻击张元勋的时候 林昭之所以站出来 为张元勋说话 是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人 攻击别人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道德 还有人性上的卑劣 那些人呢 先是代表组织 动员学生提意见 然后呢 又出而反而地 抓住辫子 置人于死地 这个做法 林昭实在是看不惯 林昭挺政治的 是 自打那次经历以后呢 林昭慢慢发生了变化 他对中共的信仰呢 也开始慢慢地动摇 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钱李群描述说呢 他有个根本的变化 对这个政权的 基本立场变了 他以前承认他 拥护他 在这个前提下 提出他的批评 后来他发现 他面对的 不是一个个人问题 面对的是 整个制度的问题 那么 他思想就有了 质的飞跃 他就是反抗极权 他经历了这么一个 转变的过程 当时呢 有人比较敏感 预感到林昭要惹麻烦了 就赶紧跟他划清界限 林昭的同学张灵回忆说呢 在路上不敢打招呼 我跟右派同学 要划清界限 我教过林昭的一张字条 就是交给组织上了 林昭在上头写的是 此时无声 胜有声 这不是出卖朋友吗 是啊 不过呢 也没办法怪他们 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 就是自保嘛 毕竟压力太大了 也是哈 另一位同学沈泽怡呢 也回忆说 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 小吃店吃早点 一撩开门帘看过去 林昭在那吃饭 周围都是北大学生 之间没法说话 他抬起头 看我一眼 我也看了他一眼 就这样默默地对视了一下 这就是永别 绝对没想到 这是最后此生的诀别 真是搞得人心惶惶的 嗯 那后来情况怎么样了呢 在1957年秋天呢 林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表示抗议 中共当局说呢 林昭这是抗拒改造 判他三年劳教 后来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陈爱文回忆说呀 在当时 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 就是林昭 坚决不检讨 他为什么这么坚持呢 林昭是这样说的 我有观点 就是人人要平等 自由 和睦 和蔼 不要这样咬人 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 那你们就干去 像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 当然不好嘛 是啊 他说的没错啊 是啊 那他怎么度过这个老教生活啊 林昭很坚强啊 他后来在狱中写血书的时候呢 记录了这段岁月 他写道呢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 我都会痛彻心腹 不由自主地惊乱起来 真的 甚至听到 看到 提到那个年份 都会使我条件反射的感到剧痛 这是一个惨淡悲凉的年份 染满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血泪 假如说在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 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 那么在此之后 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唉 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呀 是 林昭在新闻专业资料室 接受群众所谓监督改造期间呢 他认识了在那里接受劳动观察的人大新闻系右派学生干脆 干脆呢 是个男生 他经常照顾林昭 两个人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拥有了一段短暂而温馨的爱情 怎么又是短暂的爱情啊 是 这个你肯定想不到 因为他们在提出结婚申请的时候呢 中共不批准他们结婚 怎么这样呢 是啊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导演 后来在找到干脆询问这对往事的时候呢 干脆说 党总职书记扔给他们一句话 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呢 就这样呢 中共官员以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为由 拒绝了他们结婚的申请 这算什么理由啊 太荒唐了吧 是 后来呢 中共直接把干脆发配到新疆农二师劳改营 劳改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啊 是 这么长时间 那林昭怎么样了呢 干脆走了以后呢 林昭就病倒了 他经常咳血 身体非常虚弱 经过校方批准呢 一九六零年初 林昭的母亲赶到北京 把他接回上海养病 哎 一对新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是 这还不算呢 当时中共还侮辱林昭有心理问题 其实呢 林昭是一个保持着纯真善良天性的女孩 他的同学李雪芹回忆说呢 林昭特别会关心人 那个时候呢 李雪芹是湖南农村来的 穿的呢 也特别土气 林昭就把好看的衣服送给他 林昭的另一位右派同学叫刘发青 他也受过林昭的帮助 当时呢 被下放的刘发青 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头 每天呢 只能吃两个半个手掌大的玉米面馒头 饿的是双腿浮肿 一九六零年春天呢 林昭从上海给他寄来一封信 里边呢 是两张纸和一个小纸包 包里边是三十五斤粮票 那林昭呢 他自己不吃饭呢 林昭这么说的 我知道你很困难 我也很困难 但是我很瘦 吃得少 所以把过去节省下来的这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青说呢 正是这三十五斤粮票 帮他度过了饥饿的灾难 林昭真的是很善良 是 但是善良的林昭知道呢 当时的中国人 不光是吃饭上受到中共的惨害 最严重的是精神上 被中共欺骗的太惨了 是 只有唤醒社会良知 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嗯 没错 刚好林昭在养病期间呢 结识了几个被下放到甘肃农村 劳改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 其中 张纯元和顾燕等人 读了林昭写的《海鸥之歌》以后呢 受到很大的鼓舞 几次专程赶到苏州和林昭见面 商讨呢 用出刊物来唤醒社会良知 激励人们行动起来 改变现实的社会现状 他们出刊物了吗 出了 那是1960年的元月 新刊物问世了 取名呢 叫星火 星火创刊号呢 也就是第一期上面刊登了林昭的常诗 叫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这种杂志 中共允许他们发行吗 就是啊 正当学生们准备把星火杂志 寄给各省市领导的时候呢 在1960年的9月30号 星火的主办人张春元 还有参与星火的学生 教师 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加起来一共有43人 同时被捕了 这么多人呢 是 同年10月呢 林昭也因为反革命罪名 在苏州被捕 先后关押在上海第一和第二看守所 也是因为星火吗 是啊 警察逮捕他的时候呢 抄了林昭的家 咱们刚才说了哈 林昭的父亲呢 曾经是民国政府的一个县长 在中共的政治运动里头呢 已经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了 这位倔强的老人啊 也是拒绝承认所谓的罪行 所以呢 他被视为顽固分子 而且遭受了严重的迫害 林昭的被捕呢 给父亲再次沉重的打击 他对这个政权是彻底绝望了 在林昭被捕一个月后的一天呢 彭国燕选择了自杀 离开了当时那个邪恶的世界 哎 真是太悲惨了 那林昭知道他父亲的消息吗 林昭呢 是在一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去世消息的 他在父亲的血这篇文章里说呢 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可想而知林昭当时的心情 是 林昭在监狱里写道呢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 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 或镇压工具的东西 正在怎样的作恶 而人们 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中国的青春一代 在这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 怎样的受难 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 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 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 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 而加剧时代的动荡 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是啊 1961年年末呢 星火案宣布结果 该案十几个人被判了重刑 第二年三月 病情严重的林昭获得保外就医 回家以后呢 林昭的良心让他无法保持沉默 七月份 他写信给当时北大的校长陆平 他为什么要写信给陆平呢 他希望陆平能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一样 主持公益 营救被迫害的学生 回到苏州以后呢 林昭认识了右派黄正 朱洪等人 1962年9月 林昭在苏州和黄正朱洪 一起商量并起草了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 纲领和章程 同月 在上海市淮海中路 和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 要求阿诺把我们是无罪的 还有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 带到海外发表 结果呢 就在那一年的12月23号 林昭再一次被捕 林昭不屈不挠地 反抗中共 而招致再次被捕 林昭的人生将面临 怎样的结局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 北大才女林昭的故事 好的 听众朋友 这一次的人物百家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